这是我在Reddit上看到的一个讨论 外国人好奇 为什么我们台湾人住的地方 一定要有铁窗在外面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道周因为嫉妒 那我看了有趣 我就来做一集吧 他的标题看得让我直摇头 打错一堆字 读一下给你听 我读不出错的版本 因为忍不住一边读就一边纠正他 So why are there bars or cages on windows regardless of which floor they are on 所以why are there 这应该不是the 是there 所以为什么有 why are there 有什么呢 bars or cages bar就铁条 cage就直接像笼子一样 就我们的铁窗 所以装在windows上面 So why are there bars and cages on windows 不管你在哪一层楼 regardless regardless就是无论什么 regardless of which floor they are on 这应该是on不是one 好了没有关系 所以他在台湾旅游 他就注意到 So as I have traveled around Taiwan this week I've noticed bars and cages on all the residential building windows 他注意到有这些bars and cages 所有的住宅的 residential的 building windows even on floors that aren't near the ground 即便是在那种不接近一楼的楼层 五楼六楼就已经不接近了 So even on floors that aren't near the ground So 台湾是不是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蜘蛛人 Is there a thieving spider-man on the loose What's the reason for protecting the windows Seems like an insane death trap If a fire starts 很有道理 所以在刚才读一下 是不是有个当小偷的spiderman on the loose是什么 就是在逃中 所以是不是有个spiderman 小偷spiderman正在逃跑啊 这样所以on the loose是这个概念 我们看多两个哦 还有一个逃逸中还有一个片语叫at large 所以这跟大小无关 OK 所以at large可以说是在逃中 那这是我这边有个例句 12 prisoners are at large following a series of escapes 所以在监狱逃跑中 12个这个监狱里面的prisoner正在在逃中 12 prisoners are at large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b动词后面的一个补语 are at large 但at large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一般性来说 所以再读另外一个句 this group of people is not representative of the population at large 所以这一群人并没有办法来代表 一般来说整体的人口 所以the population at large 这里不是population在逃 所以at large这个片语非常有趣 它有两个极然不同的意思 那甚至还有另外一个片语叫by and large 这个就是generally generally speaking 好这个带过一下就好了 来 所以回来这里 是不是有个spiderman正在当小偷 on the loose呢 那到底有什么理由来保护这些窗户呢 看起来像是一个如果有起火发生火灾的话 哇那直接就卡在里面 所以这是一个insane疯狂的death trap 死亡陷阱 death trap 是不是蛮有道理 好来我们就看一下下面的人 怎么回答 ok 好 所以下面呢 这个很多台湾人给他回答是 是预防台风 台风把那个窗户吹破 所以他说 下面这本我们就看 I see lots of reasons say responses excuse me I see lots of responses say it's because of burglars 所以burglars就小偷没有错 窗户门的 but Taiwanese have told me a lot a lot has to do with typhoons 所以台湾人很多说 这是跟台风有关 they don't want strong winds to throw stuff through their windows 所以不想要用 就强风来 然后把这些东西就从窗户吹出去或之类的 或者就把窗户吹破了 ok 好 然后他们这边 接下来说就是很多人 他们还会在window上贴那个 贴那个X 有没有 我以前也贴过 我以前住在高雄的时候 我的房子 我很怕 哇 会不会把玻璃吹破 那殊不知如果说你的玻璃 现在比较新的玻璃都强化玻璃 它不会碎成小细片 或之类的 那甚至没那么容易被吹破 那以前呢 可能会 所以 this is why everyone tapes a giant X over their windows like it's some form of black magic sorcery that's going to protect your windows 所以贴这个 贴这个 用风香胶 贴成一个X 好像仿佛是某种黑魔法 可以保护你的window一样 所以他是用了一个词叫做sorcery 就是我们讲的魔法 sorcery 那还有一个魔法诗叫sorcerer 这个词还真不好念 sorcerer sorcery 好 来我们把刚刚这个再定下去 originally this was because people would use plate glass and not tempered and when it broke it was in giant shards and easier to pick up 好 所以原本 你要那么做的话是 要是今天真的被吹破了 那你的窗户至少是一片一片比较大的 好清理一点点 以前的窗户没有tempered 这tempered就强化 好 这没问题 那破掉的话呢 它就是giant shards shard这个词就是碎片 破碎掉的一片一片的玻璃 我们叫它glass shards 这样 那可是这个旧习难改 so old habits die hard 所以旧习难改 所以现在建筑物呢 其实还是看得到 他就觉得这很不OK 所以他最后这边就讲一个摇头 摇头这个词 shake head 事实上我们很常看到 在英文的那个像留言里面 我们会看到一些外国人 母语人士 他们会用smh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很有趣的 就留言的结尾加一个smh 什么意思 摇头 OK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这样 然后就 然后怎么样用文字来表达 这个 你就写smh就好了 OK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shake my head OK 那这个人比较没有用 那么主流的用法 他用的是一个 写体化 shakes head 可以啦 没问题 好 然后再来 所以刚刚说的是怕窗户破掉 不见得只是防小偷这样 然后 这件事情他是说 呀 现在是禁止了 不可以再贴这些东西了 这不OK 或者说应该讲铁窗已经禁止了 可下面有很多人说真的 就是即便住很高层楼 还是有被偷 OK 所以也蛮多台湾人回应 住五楼 住九楼 还是有被偷 你看 someone I know had a burglar climb through the window of their fifth floor apartment and steal shit it actually happens 所以真的有 爬了五楼偷东西 那下面人就说了 我可是建筑师 我现在告诉你 装铁窗是禁止了 it is not forbidden for new buildings 那什么来源呢 Trust me bro I'm an architect here in Taipei 相信我吧 Trust me bro 所以下面人就 我看到这里就笑 他就说 I love trust me bro sources 就我很喜欢这个 相信我吧兄弟 相信我吧哥们 的这一种消息来源 I just love it 所以有一个词叫 bro science 这是我们在健身房里面 有时候听到的 你就不要随便喝可乐 喝可乐杀金 That's bro science OK 打一下给你看 这个词叫做 bro science 就兄弟的科学 这样 兄弟间的这种 我听说什么东西 会怎样怎样 你不要这样 OK 所以运动后还是运动前 喝你的乳精蛋白 当然是运动后 因为什么 什么什么 bro science 不见得真的有科学的根据 但是就是 我觉得怎样 就怎样 好 Anyway 所以看到这里 大概其实我们就知道 就大部分 我们台湾人给他们的回应 就是说我们的窗户怕破掉这些的 所以防台 所以不见得是防小偷 但是也真的有很多人觉得是防小偷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 再来就是下面有一个蛮长的留言 那这个留言 他就稍微算是描述一下 我们台湾人的一种习性 或者生活态度 就是我们实在是没有安全感到一个极致 所以 那他这一段写的蛮 蛮不错的 所以我很想要把这一段 把它读一下 然后解读一下 然后就这样做结尾 因为 这里还讲到一些蛮不错的词 就是我们 会用各种不同的门锁 来把我们的门锁起来 那包括有 可以给你偷偷看一下 包括有像这一个 你应该都眼熟 这样子的锁 难道还是一样叫它多lock吗 好 那再换一个 还有像是 像这样 这个 OK 这样子的一个锁 你也知道这什么吧 你可以叫它lock吗 好来 那我们看一下 我先把它读完 然后我们来看哪个是哪个 所以他说不只是窗户 那现在建筑物呢 除了有好先把它读一下 好 so it's not just windows my modern building with two security guards at each entrance and a fob needed to enter both the main entrance and the individual apartment towers and to use the elevator still has triple locks on the apartment doors whenever neighbors come home I'm on the 21st floor I can hear them lock the regular lock lock the deadbolt and latch the door they even had a dude in the lobby selling supposedly super secure electronic locks that could only be opened with a specific QR code and five of eight units on my floor bought them not as a replacement for the three locks on the inside of the doors but in addition to them I guess the cameras that cover every square inch of public space in the building are not enough in their minds to dissuade potential thieves people are paranoid like this in Korea to another one of the saf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好 所以这里结束了 来 来说一些什么 again 我觉得他写的不错 而且长句子 也manage的蛮好的 所以读起来就舒服的 来再看一次 所以不只是窗户 我们觉得不安全 会装铁窗 我们的门也一样 所以my modern building 他的现代化的建筑 这很明显可能是外国人 住在台湾 有两个保安人员 就是这个 应该讲security 是可以的 就我们讲的大楼管理员 之类的 with two security guards at each entrance 所以总共 似乎有两个security security guards 在看着这个入口 and a fob needed 这FOB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那个磁扣 okay a fob needed to enter both the main entrance and the individual apartment towers 所以他 这个FOB 是需要来 进什么东西 进主要的大门口 以及里面的每一个 就各个不同的 individual apartment towers 所以你知道住社区 所以大门口有一个 然后你要进 你自己的那栋建筑 另外还要逼一下 and to use the elevators 所以这个FOB 可以过三个地方 a fob needed to enter both the main entrance and the individual apartment towers and to use the elevator 所以我的modern building 动词到现在终于出现了 still has has是动词 所以中间这一大堆 全部是补充资讯 可以介绍 so my modern building with 一大堆 still has triple locks on the apartment doors 所以在他这个 公寓里面的门上 还有三道锁 still has triple locks 所以每当有邻居回家的时候 whenever neighbors come home 他是在21楼 I'm on the 21st floor 每当邻居回家 他能听到他们 like I can hear them lock the regular lock 所以原本的正常的锁 lock the deadbolt 所以这个deadbolt 就是刚给你看的这一种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好说 一转就好了 对不对 right 这个东西就叫做 deadbolt OK so lock the deadbolt 还有最后一个 and latch the door 这个latch 基本上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 像 有些地方有那种 一个门 有没有 有一些像什么 那种电机房 或之类的 然后它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那种 像是 该怎么讲 就直接给你看 我们刚刚看过 就这个 OK 所以它是用这种东西 来latch它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叫做 latch OK latch 长那个样子 可能各种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 latch 它就把它给 用这种方式咬住它 这样子 好 所以那就没问题 and latch the door 所以三道锁 they even had a dude in a lobby selling supposedly super secure electronic locks 所以他们甚至有 这么一个家伙 在他们的 lobby里面 卖这种超级安全的 电子锁 so selling supposedly 所以supposedly就是 至少你认为是 你声称是 超级安全 supposedly super secure electronic locks 那它只能用 QR code来开 that could only be opened with a specific QR code 而在它的那一层楼 的八个单位中 有五个买了 and five of the eight units on my floor bought them 那不是来取代 那三道锁 而是来加上去的 第四道锁 so not as a replacement but in addition to the three locks ok so not as a replacement for the three locks that's already on the inside of their doors but in addition to those locks yeah 所以我猜啊 这个 有这么多监视器 来cover了 每一寸的建筑物 的空间 还是不够的 so I guess the cameras that cover every square inch of public space in the building are not enough so cover每一寸的 所以这个每一寸 是每平方公寸 every square inch 有时候我们一般讲 是平方尺 他特别讲的是 这么细微 every square inch of public space in the building are not enough in their minds 其实这 are not enough 应该是斗点 所以接下来 他才又继续说 而在他们脑海中 是不够 来去 劝退这些 可能的小偷的 所以这边有个字叫 disweight 就是来去 啊 好了 你不要了 我这边这么多安全的东西 你就别来偷了 所以disweight 这不是persuade 是disweight ok 劝退他们 这样子 好 所以 在台湾的人 就怎么样的 疑神疑鬼 people are paranoid like this in Korea too 所以他说 在韩国也是 韩国是另外一个 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another one of the saf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所以最后讲一个字 paranoid 就是疑神疑鬼 所以不台湾人疑神疑鬼吗 好像是吧 虽然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 我自己都还是会有点觉得 唉 我的门打开 有个走廊 可以走到底 然后就去洗衣服 那即便这样 我还是会把门关起来 我不会想说门开着 然后走去洗衣服再回来 因为我有两个邻居 就隔壁门而已 我会不会 我会想着邻居会不会 趁我出去的时候 进来偷我的东西 am I paranoid probably I don't know 好啦 所以这一篇蛮有趣的 所以西方人怎么看我们的这个 铁窗文化 希望你喜欢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